那如果你想傳承媽媽的味道 你有沒有最想做什麼 我說喔 有耶 就突然很有興趣想到 我說花椒 老公很棒喔 一直幫你 從那個悲傷的情緒中 幫你帶領出來 轉移一個目標 然後他就引導我說花椒 我說對 因為花椒是我媽媽以前做菜 因為有時候時間很趕 小孩回來就要立刻可以吃飯 那比如說要炒一個飯 或是炒一個麵 我媽就會先用五花肉 用花椒 紹興酒醃好 放在冰箱 然後當那個 感覺就好好吃喔 感覺就好好吃 然後醃好 那已經就醃好了嘛 所以我們一回家 他剁一剁之後 可能炒個韭菜花 或是炒一個什麼 簡單的蛋炒飯 蛋炒飯 然後用那個花肉爆香一下 所以會很好吃很香 那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花椒對我來說 非常有這個 媽媽的味道 比較有記憶中的味道 而且回家聞到那個花椒香 它是會讓整個家裡 充斥著那個香氣 就像以前人家 皇帝不是有那個 交房之蟲 就是它也是那個花椒香嘛 對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 它就是很 會跟媽媽有很重的連結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研發創業等等之類的 就是有一個 精神有一點狀況的人 突然衝進我們法郎 他真的是拿一把菜刀喔 大菜刀 就衝進我們的櫃台 然後就對著我們的櫃台 我們櫃台是我們的主事者 他就說 你很怕吧 你叫警察 我就想要你叫警察 就是你一看 就是他的狀況不穩定 然後因為我們都有 那個監視器可以看 只是我們沒有隨時在看 我覺得我們主事者超棒 我們那時候店裡 滿滿的客人 還有滿滿的髮型師 然後他們都超穩定的 然後我們主事者就很冷靜說 你要我叫警察是不是 好 那沒有問題 你旁邊等一下 他還叫他旁邊等一下 其實他自己也很慌 然後他也看著髮型師 髮型師也看著他 然後他們就很有默契 大家都維持在一個 很冷靜的狀態 因為你一慌 上捲子繼續上捲子 對 客人也會慌啊 客人也會慌啊 然後這個時候 我跟妳說 我覺得我們主事者很棒 這時候剛好還有客人 要走進來 客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一定是現在走來櫃台 我們主事者還走出去 把那個客人推到邊邊說 來來 我們這裡說 我們這裡說 然後安排他入座 然後跟他說你不要緊張 然後同時他一邊就在報警 就是他處理的都非常的好 後來我們知道的時候 他已經是筆錄什麼都做完 然後我們知道完整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超棒是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股東說 為什麼現場那些髮型師 不出來救 為什麼都只有讓主事者處理 不行 不能亂 也完全沒有跟主事者說 你為什麼這樣處理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大家心裡都有一個共識說 人家才在現場 他們才是知道最現場的狀態 所以人家已經 一定是想辦法處理到最棒 然後反而這件事情過後 我們就一直跟他們說 你們真的是辛苦了 就是說以後如果 大家就反而是討論起說 以後怎麼樣 可以讓店裡更安全 2024年因為破均化權 有很多朋友會來問 老師破均化權 是不是代表我就一定會成功 我說錯了 破均化權的失敗率更高 為什麼 你如果沒有化權 你還沒有那麼強的企圖心想創業 是 當你化了權 你很想創業 就做了 難道就一定會成功嗎 不一定 十個創業 九個輸 所以我們要想的是 如何提高成功率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 破均化權 然後2024年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